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人的房间》这本著作 我从2006年 一直 研究到 2014年 总共历经了 9年才得以 完成的研究的 成果 虽然看起来有点厚 事实上它只是在我研究成果里面 还算是非常小小的一个部分 艺术对我来说 或是翻译的展览对我来说 它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 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把它 带给这个议题 带给更多的社会大众 能够前来参与 同时来分享 我在做这个作品的过往 一些实出其实的想法 它的概念 以及我希望能够借由 各式各样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形式 能够让这样的一个议题 更为社会大众 当然除了精英分子之外 还有社会大众 更能够去关注这个议题 进而能够产生一些未来 可能一些不一样的行动 或是不一样的思考 跟观念出来 我认为这是身为一个艺术家 最重要的一个社会责任 因此我在做任何一个作品的时候 事实上我的背后都有很强的 一个社会的一个 一个念头存在 一个概念存在 我现在简单的讲一下 在这本著作里面 现在有些人手上 已经扣不及待用这本重作 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完全都没有 只剩下现在现场 剩下了最后这几本 那这本著作里面 它事实上 从2006年到2014年 我走访了三大洲 有美洲 也只有包括北美洲 我们中美洲 还有亚洲里面 包括所谓的就是中国内陆 今天也有一位是 从中国大陆过来的读者 他坐飞机过来 参加我们今天的欧生日 非常谢谢财忆 财忆在哪里的财忆 他不能举手 然后还有 然后我们还有 这个所谓的南亚 南亚就是斯里兰卡 还有东南亚 虽然我们一直都说 东南亚就在我们竞价直置 但是以我对于身为台湾人 我知道所有我的朋友 大部分选择旅行的时候 去的都是日本的 我们很少接触到东南亚 对他们深入的了解 那我们还去了欧洲 然后其中还有 在今天的展览里面 还旁集了非洲 那另外就是还有中东 还有伊朗 那我希望借由 这些不同的国度 那其中的大部分的国度 都是所谓 我们最可能 我们一生可能都不会去 或是我们根本不愿意去 或不想去 但是对我而言 就是一个非常梦幻的国度 就是很多都第三世界 像伊朗 乌巴等等 那这些国家的选择 事实上我在这九年里面 访问了两百多位女性 从这两百多位女性 我走入他们个人的私密空间 然后呢 进而我从里面选择出来 41位女性 然后去探讨 透过这些女性做代表 去呈现一个非常多彩多姿 而且是不一样的一个女人的房间 那这些女人房间的选择 背后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包括这些国度 就是第一个 他们年龄 他们有不同的年龄 最年轻的有二十几岁 一直到八十多岁 然后他们的宗教 比如说他们有天主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佛教 还有无神论者 那另外就是他们的职业 他们的职业有41种不同的职业 当然也包括家庭主妇在内 然后他们所自身的社会的性别文化 是截然不同的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那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考量 为什么去做这样的出走 其实最始初其实是从1998年开始 我做了一个历史大概十年的一个计划 在2007年结束 叫做 我写成第一本世界女性的这个故事 叫做Her Story 她的故事 然后我在写到第2006年的时候 发现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 她的女性是具有符号的 她是符号化的存在 比如说我们在外面 我们说这些女人都可以在外面行走 但是很多国家的女性 她事实上在公共空间里面 她是被禁足的 她是不被允许去涉猎到一些 所谓的咖啡馆 或是公共的剧场 读书馆等等 那这样或者是说如日本 看起来这个街头大街小巷 就有很多的女性 但这些女性事实上 她必须她的用的一些言语 她的行为举止 她的穿着 她的打扮 她必须要敷衍这个社会 所要求她从出生以来 一直教育她 要敷衍一个所谓的女性的符号 那这些女性在公共的场合 她扮演一个所谓的 社会化的一个女性的角色 那回到她的自己的私人的空间 她是什么样子呢 那因此呢 我就特别的去 为了要去了解这些真相 我给自己一个使命说 好 因为我认为艺术家 一个最重要的使命 就是要去发掘社会的真相 真相是我非常非常 care的一件事情 那为了发掘这些真相 我就给自己一个单题说 我是不是可以进入到这些 不被允许的这些女人的房间里面 然后透过跟这些女人的促气而谈 去写一部跨越国界的女书呢 那我在这个长达这个将近三四年的前期 其实历经了非常多的不为外人所到的艰刑 甚至到最后的一个倒数第二个像南洋娘儿也是痛苦的不得了 包括伊朗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是我在做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一个任务 但我真的觉得上天都一直帮忙我 我就是不愿意放弃 到最后我就是把 就是真的敲开了那个最难敲开的第一扇门 接着这些门就一扇一扇的为我打开了 那我想这些就是我今天呈现给大家的这个很重要的这样 手上你们所拿到的这本女人的这本著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本的展现 我想我必须要稍微谈一下这个房间 因为这个房间 从12年前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校长宿舍 因为闲置了很久 她说王海明你不是很会搞闲置空间再利用吗 你就把她进去一个因素空间 好那我就接下来 那我当时的设计是这样子 底下是个比较严肃的因素空间 可是在上面它可以用任何的方式 用种比较类似像家庭大家互动的那个方式来使用 那所以上面就奇怪怪的 一下那边的咖啡厅一下变成那个演讲地方 一下变成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摇滚乐的那个电影的一个发表会 一下子精神会一下干什么 就是它是一个创造艺术社群以及社区的一个很温暖的空间 每个动物每个昆虫 它都会用它的方式盖一个它的住家 可是唯有人类把最重要的做一个身体的存在方式 就是一个延伸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 委托给别人去干 去享受去赚钱 那你只是住在这个地方 就是人它常常把那个就是空间的主权给别人 到我现在把它拉回来 那我就跟 因为我是教测展不是艺术评论 那我也是跟我学生说 女生在一个好的状况 她是一个 那叫什么 独立测展人 她是一个完全的测展人 因为她这个 当她主权很大的时候 她家里面要买这个 要做这个东西 要吃什么东西 要买什么衣服 要做怎么样的装饰 什么空间做什么东西 她其实大部分都是她主导的人 即使她的权力不是那么大 因为她每天都在那地方 那个先生经常不站 所以她不熟悉 所以那个慢慢慢慢的大卷旁落 就是 这个空间的那个 很多东西都是由女生主导的 可是 那我说 其实 这是好的状况 那假如是不好的状况 那你在这边就是 帮别人做这东西 帮别人做这东西 会偏想 会偏想 所以你 自己的空间很少 可是要做很多的工作 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就 不满了整个空间 可是你却没有办法 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去投射自己的欲望 自己的想像 各种东西 更不要说 我在她的 因为我帮她的书 我是最早的读者 我帮她的书 就整个读过了 那 就有些地方的那个 她的书生 她可以的 就整个房子 包括她的院子 包括每间房子 她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去慢慢规划 那我 看到她的书 其实我 我是太忙了 可是我读用她书之后 就会越读越读 那还有一句 就是 这个人怎么有这样大的 那个 真乃心 企图心 而且要进到那个家里 其实不是很容易的 可是她进到里面去之后 然后去跟她对话 然后去了解她的生活 和各种面向 那有些看得见 有些还不需要去反过才可以 就是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人 不同的职业的背景 等等 那她去 把她们 透过她的居所 她的布置 她的生活的方式 她挂的东西 慢慢慢慢 就是凑出她在这里面 特殊的一个生存状态 因为我很会读作品 就是 所以 当我在看她的这个文字的时候 她的文字很容易读 很有那个亲身经历 现场感 然后再看看她的拍照 所以 就是那种 能够切身的 进入到一个 女人的私密的空间里面去 去分享 非常非常精致的那种 她的一个特别的存在的方式 她的权力 她能够享受多少的权力 你知道 当我们跟别人谈的时候 她 她能够说自己的东西 其实不多 可是当你进到她的房间的时候 想说 哇 她不知不觉的时候 在那边累积了多少 多么丰富的东西 假设把她收藏的东西 去挖在的话 你会知道 女人有多么丰富 非常高兴 你们到这边来 非常这个 亚裔也非常享受 那这个作者的展览 是女人的房间 这个女人的 想到女性的这个 属于自己的空间 好像也不大 但是看了这个展览 听她刚才的 一般的这个介绍 那我觉得 这是一个 一个大问题 而且是一个大世界 所以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 在一个 不大的空间里面 看到 可能更小的一些 属于女性的空间 但是这个问题 可是一个大问题 而且我们对作者 她对这样的事情的一个 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注意关怀 而且非常有规划的 认真的 用现代的艺术创作的观点 来从事她的这个构建 然后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 相当程度的完成 包括她的这个著作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去年她跟我讲 要我帮她 这个体绪 我说 我只是以前 读过她一些作品 但非常有印象 今天 藤毅林女士的这个作品 我们虽然看到并不多 但是她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女性 在今天 世界上的 在一个 特别是在 南平平权的天平上 还没有做到 真正公平平等的 这个状态 用她自己的房间 这么一点来凸显 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义 而且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 值得深思的一个意义 所以 那么她的展览呢 就除了影像 像这样的 在各地所辛苦的 辛苦我想 刚才她已经说了 我们就在这边说了 那么把这样的影像 能够在今天做一个浓缩的 呈现 那么 从影像里面 可以透露很多的讯息 那么当然在配合上的文字 它的效果都是加倍 那么 今天她用这个 现代美术展览的方式 把这个摄影 可能只是她的一个手段 或者是一个方法 那么透过摄影 还有其他的一些 美术展览的方式 比如说用投射 比如说要后面做的像 类似公寓的一个 从高处看那个公寓 然后看到每一个 女性私密的空间 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出发 或者是她其他的 在展示里面 其他的这个展览空间里面 所展示的这些方法跟议题 其实怡萍在台湾那一书圈那时候 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声音跟发表 然后那时候 就怡萍就加入 那我们大概google一下 到底写是彭怡萍这样子 结果发现她是一个名人 所以现在好像有粉丝 然后我才发现了 哇看已经出了这么多的书 然后写了很多的 从爵士到美食 然后到her story 她的故事这样子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 哇我们也会做一个名人加入这样子 那回到这个主庭员的房间呢 我其实一直在觉得 其实彭琳她在做一件事情是 她其实一直在构筑她自己的房间 可是这个房间不是只是一个书桌 或是一个房间 一个家的概念而已 其实她是透过不断的创作这件事情 来建立她自己的领域跟空间 这样子 那这里面 我其实当然在论述里面 有提到这个点 就是说我其实 非常地配合她的一件事情 另外就是 她可以一个人走访这么多的国家 我想她去了很多国家 她什么一首批呀 什么 什么 伊朗 什么 我在想我这辈子 带国人去到那个地方 你也很难想像 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她会 她敢独自一个人到这些地方去 这个 这件事情其实 我们不管讲男女平等 好了 就是说你一个女性 你独自去一个陌生的国度里面 而且是一个 甚至以色列 我这前几天 我才把她的Her Story看完 这样子 然后她还去以色列 然后最重要的是她书里面讲的句话 就是女人要自己能够独立去旅行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决定遵守她这个嘱咐 这样子 我也在昨天跟我先生讲这件事情 就是宣告全面把那本书一定要给她 把那一段都丢去出来 就是说 女人要能够 其实我们 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家里 或是当媳妇 或是当女儿 或是当太太 或是当妈妈 我们一定是要有自己的生活 跟自己的独立自主的能力 其实不是只有用口号 而是应该真的要走出去 这样子 但是这一个作品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 我的人生指数来说是 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刺激的 那这个展览 其实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展览 它的实书其实的设计栏 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因为我们 所有的展览都要抢 独一无二的关系 所以我就在最后的 这个要展出的前一个月 我把一个礼拜之内 画了三份截然不同的设计图 因为我说过 我这个展在今年的台湾 要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能展 所以我在一个礼拜之内 我挑战我自己 我说我要画三个截然不同的设计图 然后展现出我是有能力 可以去做四个不同的展览 但同一个时期 其实我母亲是已经十三年的一个职务人 然后她在乳房展的倒数快要结束的 也就是二月十五号 十六号撤展 我其实我母亲在二月十号过世 那我的内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翻角的 那个翻角就回应到就是说 其实这本书也是献给最重要的背后的那个人 就是我的母亲 那她的故事上一本著作里面 其实我一个很重要的要写 不介意和大家写出那本书 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希望全世界的女生 再也没有一位女生 会像我们母亲一样 她可以透过我的著作 可以找到另外她人生的幸福 或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那这本著作呢 我希望念给我的母亲听 那我的母亲是 当然她是没有办法再听到的 所以我又要办丧事 怀着一个非常悲痛的心情 去布这个展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母亲的故事 我要在三月七号 用读木剧的方式来呈现 直演那一场 那谈的就是第四次三个三位女性 这是我的女性 那同时在这个主题Titch里面 我又加了一个影片叫味道 我们都知道传统里面 空间里面的味道 就是都是由厨房 都是女人主掌的空间 那我走往世界各地发现 就是在台湾的我们的两性体育里面讲 厨房是压迫女人的象征 所以现在很多现代女人说 我决定不走进厨房 甚至我绝对不做料理 我的父亲要父兼母子 他要走进这个厨房 然后他要继续去传承一个 所谓的借由味道 借由料理去把我们这一家人 所有的情感都凝聚起来 我发现我的父亲是这样子的父亲 而且没有母亲的关系 所以我父亲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他从小他就喜欢为我们去张罗料理 比如说我在味道的故事里面 事实上就在讲我跟我父亲之间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灵性 以及他跟他的家族的灵性 就是透过味道的这件事情 而且我父亲已经高龄已经 我不知道是94还是92 因为我一直搞不清楚我父亲的念 然后我是迫不及待 虽然我父亲的家族很长寿 但是我是迫不及待的想要 赶快的去把我父亲的东西去做一个祭 所以我到最后的时候 我是几乎是用一个完全给自己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就是晚上几乎就是每天都没有睡多少 我学生说我有点风空念念的 就是我其实我脑海里就一直在装作 因为我刚快把这个片子进出来 而且我想说我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放 因为我要在Kitchen这个空间里面放一个男人 用我另外一个方式去诠释这个Kitchen这个空间 女人的房间 那谈Kitchen是因为我刚刚有谈到闭门 大家讲Kitchen就是要小小的 然后但是我发现走访世界个别的时候 我发现Kitchen它其实我们看右边 我这边是一个摄影区 我的这个展览分为摄影区 装饰艺术区 食物投影区 还有电影区 还有楼上的剧场 那这个摄影区里面有三组三连画 我为什么要用三连画的形式来呈现 事实上早在巴黎的时候 我就已经电影了这样一个 三连画的一个展触风格 它基本是我个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种呈现的方式 那我的摄影作品 从来不是只有单一的摄影作品 因为我希望它是一个会说故事的 一个概念性的摄影 所以我想象就是说 所有的人都会想象梦幻中的厨房 就如三连画的最右边那一章 它是一个金地辉煌的一个中导厨房 然后有九个炉子 然后非常的奢华 这就是我们传统对于厨房 我就说女人要拥有一个这样的厨房 它太棒了 但是在这样的厨房里面 我发现 当一个女人拥有这样的厨房的时候 基本上来说 她不是把厨房当作她个人的一个料理的一个空间 如我一样 她把这个厨房当作一个社交的一个空间 她展现她个人的社交的一个地位 社会地位 以及她的政经实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片 因为女人没有名片 她只好借由家庭主婦 只好借由这个来展现 你看我就是所谓的VIP的贵妇 但是我刻意的把这一张 跟另外两个完完全全不搭嘎的一个 第三世界的厨房放在一起 我们看中间的那一张是三连加尔的厨房 非洲人的厨房 而且我是爬了一个两座石头山才到这个地方 真的是石头山 而且我是自己背了大概快要30公斤的摄影器 然后那个小孩子就像猴子 想说我帮你拿手叫我做 我绝对不让我的摄影器才离开我 我就这样子爬过两座石头山 然后不是去找佛陀 是找这个部落的这些女人 然后我去那地方发现非常有趣 就是她们的厨房全不是开房式的 她没有任何所谓的磨蜜的一个概念 她认为厨房就是什么 她就是她跟所有的族人共同去沟通的一个地方 所以她的厨房没有屋顶也没有墙壁 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她自己陶制的蜜子 那里就是她的所谓的最美的厨房 我们看左边那个地方是埃及 埃及的厨房里面我们发现 埃及的厨房是所有的家居空间里面最大的空间 然后而且里面不会只在一个女人 不是因为一位埃及女人 因为埃及男人性能回家的关系 可以娶四个太太 那跟四个太太没有关系 而是这个厨房里面一个女人开始做饭的时候 她的左右所临右舍的那些女人 就会自动过来 然后那些女人就像表演特技一样 可能头上顶着一个水瓶子 然后她还可以手上在那边捏面团 她还可以从她自己做的那个图的造理 去把面包给拿出来 所以她们其实是席地而坐的 在去做这个厨房 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community 就是非常社群化社交 然后这两个厨房 其实又展现另外一个 其实我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我认为所有一切的艺术的创作 追求真实的同时就是要颠覆我们 想当然而的成见 我们看第二个三连画的中间那个 你们猜这是哪个国家 南美 南美哪个国家 刚刚有人跟我说这是美国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资本主义的符号 对不对 我们社会教育说这个是资本主义可口可乐 那可是这个充满了美国的资本主义符号的 这样的一个厨房居然是在古巴 这个被美国禁令长达数十年的一个国度里面 居然它的厨房是充满了美式的符号在里面 更有趣的是这个美式符号的这个主角 这个女主角 因为她跟我玩得很开心你知道吗 因为我跟他们这些人 其实我都要讲这个女人的生命故事 要把她的个性给呈现出来 就是透过一个头盔 那这个女人的个性非常的活泼 非常的有趣 我说那你既然可以掌握你所有的空间 你用你的笔去画出你对于空间的想像 那你现在可以为我做一件事情吗 他说你怎么样去表现你 在这个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他说你等我一下 然后他就拿出来一大堆的那个 就是潮菜的那个潮菜裙嘛 然后料理裙 我说就这件就这件 他就穿上了这个男人的裸体的那个裙子 然后呢我说这样还不够 我说你可以摆出来所有的男人心目中 最完美的女性的那个形象 玛丽的红绿 他说那太可以了我最会了 我就当场就拿出他那个切菜盘上的 那个豌豆的那个一条一条 我就把它像一朵花一样就送给他 然后他就拿接过去 然后他就摆出来玛丽莲默的那个样子 然后做出来这一张作品 也就是说所有的每一张摄影作品里面 其实都有一个故事的 那这些故事事实上都是透过我跟这位 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个女主角 她是真真正正的女主角 而我也隐身在这个女主角的后面 帮助这个女主角去谈她的人生故事 跟她跟空间之间的关系 所以每一张作品里面 事实上它不是单纯的即时摄影 它讲有很多很多的符号 很多的故事在里面 所以你们一定要阅读它 那谈到那个 这个我们往后看的那个 那个装置艺术 她的这个作品叫做后窗 后窗 事实上 这是我的一个过往的 在当我留发的第一年的时候 我下她在一个国际女子 这个公寓 就是学生宿舍里面 然后又来自全世界各地 大概有100个以上的国家的女生 那其中有一个女生 她就讲了一句话 她说 我们感情这么好啊 那如果有一天我失婚 或是我广居 或是我单身 我没有找到伴侣 不过任何一个状况之下 我一个人的时候 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 共同租一间公寓 共同住在下 我说这个idea太棒了 我说我要 针对这个idea 我说有一天我要盖一个女子公寓 所以我就用我现在 有限的时间里面去盖了一个 四层楼的 二十四个房间的一个 双拼的一个女子公寓 然后这个公寓里面我想像 我是透过我的摄影机 照相机的镜头 我去看 透过落地窗去看每一个 就是落地窗里面的一个 一扇女人的生活的一个风景 那有些我是用广角 所以她会比较浮出来 我用一个伸缩的一个盒子 压克力盒子 让浮出来代表广角 然后伸进去的代表什么 long shot的望远镜头 然后所以她会有 前前后后 眼镜紧身的不同 然后呢我再把影像当做一个元素 我去思考 我当我在拍摄她们的时候 我要求这些女人去做她人生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那件事情里面 我在浓缩所有跟这个女人的生命里面 特质有关的一些东西 成为一件作品之后 我再把它放进这个盒子里面 然后我再打光 这些光的目的 有五颜六色的光 有粉红色黄色 各式各样的光 这些光的位置也不尽相同 重点是要还原 当时我身在现场里面 我所感受到的那个时刻的光景 以及那个女人心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在右边的那个 倒数的第二个空间 是一个女人正在祈祷 然后呢 我在里面加了一个绿色的光 那个绿色的光就代表上帝对于她的一个 她跟上帝之间的对话 所以我用这样不同的光 去产生出来每一格的空间里面的 一个神秘的那个神来之品 然后再把它们组合起来 去形成一个多彩多姿的 一个丰富的一个女人的房间 一个世界的一个面貌 好 那在左边那个暗暗的房间里面 有一个是台阶 你们进去看的时候要小心 就是你一进入到那个台阶里面 就会启动所谓的声音装置 那个声音装置里面 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些魔幻的声音 比如说有切材的声音 有炒菜的声音 有砍头的声音 有流水的声音 然后有流水的声音等等 其中本来还要有一些 啊 先叫的声音 但是没有人愿意这样叫一样 然后这是第一版 它的名字叫做《玛丽安的橱柜》 它是我在多年前写的一个小 一个电影剧本 后来它是就是 从200多年里面 得了一个奖的一个剧本 后来我拍成电影 后来我又把它写成小说 然后在P群里面 我给自己一个尝试 我想要把我这个 电影剧本跟小说 我把它其中的一个场景 我去把它给做出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